欢迎您带来的DOTAR直播比赛介绍 来看一下2022年的DBC联赛 也不是DBC联赛 TI11 2022年的TI11国交情赛的外卡赛 淘汰赛的败者组首轮 XG对战Infamous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来看一下这样比赛的阵容 这样比赛XG作为先搬先选的一方 一手抢了影魔 搬掉的是兽王和TEA 对方搬掉了维萨吉加上马西 然后搶掉了末日加谜团 XG不要想选沉默 不要犹豫选 选VS VS 也行 咬着牙说也行 选VS的话呢 就是对方的谜团除了BKB之外 要再多做一个林肯 不过 我 咱们就是说啊 咱们就是说 VS的优先级真的会比 术士和沉默术士高吗 我其实 觉得没有啊 因为 术士这个版本本身第一它是被加强的 第二术士这个英雄用来打断谜团的效果 它其实是比VS要好的 因为 VS的换是可以通过BKB加林肯来解决掉的 但是术士的大招你是无论如何都解决不掉的 跟沉默的大招一样 你都解决不了 你唯一的解决方案是 出刷新再刷新第二个BKB和第二个打 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对方就已经可以来得及去逃命了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定要去选VS的这个做法 我现在没太看明白 然后自己搬了沉默 怕对方谜团拉大 然后加上沉默术士的大招 然后搬掉了对手的一个TB 对方则是搬掉了钢背兽 VS是想走减甲流 想走减甲流的话呢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打算拿三号位 老十一的大鱼人 然后大鱼人就被搬了 大鱼人被搬了 想走减甲流 现在VS的口家上有魔的光环 再加上他们如果想选的话 还是要继续去抢戴泽 还是要抢戴泽 说跳楼的思路和你的就不一样 是的 他们不是想去怎么去针对而打自己熟悉的套路 但是说实话 以前的跳刀作为以前WINS的成员 以前WINS的BP其实是一个 就是在他是同时尽可能的去兼顾自己实练的套路和克制对手 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什么呢 拿一个沉默或者是术士 沉默术士或者是术士出来 并不会破坏掉他的减甲流阵容 因为他的减甲流阵容核心是罗大鱼 怠泽都在其次说实话 怠泽的减甲在团战当中其实减不了多少 而且如果你真的特别愿意走一个减甲流的话 三号位的大鱼被搬掉 你还有另外一个人选可以选是这个家伙 你可以用这个家伙出一杖啊 对吧 你可以用这个家伙出一杖啊 也没有问题啊 这边第三手拿出来的是一个小强 那我估计可能三号位 要考虑一手三号位VS吗 三号位VS也行 有个A杖的话两条命也是不错的 将比赛对方选了一个天阿默克 天阿默克这个英雄最近确实不太强 而不太强是相对于以前他几乎大家把把都在抢 他这个来说 他现在确实强度比较低 第四手拿出来的是DP DP加上小强加上VS 11的三号位DP 应该是这样 然后四号位的小强加五号位的VS 这样的话大哥位对方应该会选择去搬掉一个虚空 对方也差一个大哥位 XT这边对方的大哥位 剑圣可以考虑搬一下 其实让对方拿到虚空的话 这个让Informos拿到虚空的话 XT也会很难受 但是他们自己这个阵容是非常适合去用虚空的 对于Informos来说 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搬虚空 那直接搬就完 想都不用想 直接搬就行了 因为不光是说虚空比较适合这场比赛 不管是搭影魔搭DP都可以搭 另外一个就是 对方现在这个阵容明显是比较缺这种大团控 搬掉虚空可以制止这一点 但是他们选择先搬了一个楼的德鲁伊 因为最近楼的德鲁伊配合影魔 这个阵容拿的比较多 他这还有一个选择是中单的DP加大哥位的影魔 但是楼的影魔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没怎么见过 而且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话 影魔打中的效果是明显要好于编录的 达叔说话都是为什么老是摇头 活动活动颈椎啊 他这果然还是把尖胜给搬了 尖胜搬掉的话 对手这场比赛 作为最后一手先选的XG 可以抢虚空 还可以拿水人 拿水人也行 当比赛只不过就拿水人的话 没什么特别好变的人 对方这几个人的话水人变得都不是很厉害 这是真的 大哥影魔吧 DP现在还能3 DP现在可以3 打3号位可以打没有问题 他只是没有之前的版本3号位那么变态的而已 但是仍然可以用 水人自己搬了 我刚才这个眼睛又花了吗 没看见这个水人啊 没有选择去搬虚空 那其实这样比赛完全可以考虑一手大哥虚空了 火猫 教你玩火猫 火猫跟他现在有的这个阵容 感觉 匹配度还好吧 感觉匹配度一般般 火猫破坏了原有的亡灵体系 亡灵体系的你可赢了 感觉是一抢带班 这场比赛他们没有必要用把火猫一抢带班 不过火猫拿出来以后 对方的一个大哥位倒确实是不太好选了 神灵武士 果然选出来了一个比较奇形怪状的大哥位 这场比赛其实从阵容的角度拉上来讲的话 Informance这边最适合去拿一个那种 就是非常扎实的物理大哥 但是扎实的物理大哥都被搬光了 我想着他们可能会出一个比较奇形怪状的C出来 但是神灵武士我确实没往这想 看看效果怎么样吧 神灵武士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打的好的话会有奇效的这么一个C 但是考虑到XG的这个阵容 哈斯卡这个BKB可能需要很早就得出 他应该是B张以后直接出BKB 有了BKB以后呢 下一个装备应该是奔A1张 或者是出一个吸血 他说小骷髅现在打1号位的潜力高吗 高 现在小骷髅很厉害 这个阵容为了现优的话 倒是 嗯 哥说啊 这条阵容我看了半天 我没有看出来他记得这个阵容 他的强势点在哪 你作为一个队伍 职业队伍的话 你一套阵容拿出来以后 你自己组建的这一套阵容体系的话 他应该是有一定的套路 和有一定的强势点在里面 目前我还没有看出来 看看待会实战的效果怎么样 准备 准备 不过三号位的dp加上一号位的影魔在编路这个对线倒是很难复 可以让人很放心 兑现器应该不会吃什么亏 火猫在中路的话 打对方的丽娜也问题不大 起码混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准备 我看了半天这个XG这个阵容在对线期过了以后 我都不觉得这个阵容很适合XG的队伍风格 看个实战吧 我觉得他不适合队伍风格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战队普遍 尤其是XG他们普遍打的节奏比较多的 而且效果比较好的都是那种 就是我主要依靠的是一个 稳健的发挥 然后呢 把游戏拖到一个中后期 把装备都出齐了 依靠一个相对扎实的阵容来去赢下比赛 但这场比赛XG的这个阵容 明显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这场比赛XG明显是需要在游戏的前期 打出来更多的一个效果 这边火猫在中路是遭遇到了对手的一个神灵武士 对方是把神灵武士放在了中路 把丽娜放到了边路 让神灵武士过来中路和火猫兑现 神灵武士里边一级加一个心炎来帮助补刀 由于一级的这个火猫的性价比比较低 所以他也没有选择去一加这个火猫 一般火猫这个技能现在是丢到三级 在用三级以后 三级甚至四级才开始丢火猫 二级的时候一般是用来加一个被动 来给自己回血 然后心炎来确保自己跟对方的这个对线不吃亏 至少在补刀方面不要吃太多的亏 中路神灵武士 这个ob切平切的 这个神灵武士差点挂了呀 切平切走了 神灵武士现在的这个血量是需要去维持的高一点的 因为如果被对方的火猫再给上 两个平A加一个三级的 无影拳 升到三级给一个二级无影拳的话 那这个血量还是很危险 刚刚这里再给上一个心炎 绝绝者这边再溜达过来 等一下把这个兵线拉出来 然后呢 塔刀 这个塔刀没补到 那大叔看看大老师的比例 大老师的比例给的基本上是5-5开的比例 应该不会超过51-52的状态 在三级的哈斯卡已经有火猫了 有火猫以后 这个人可以开始拿火猫往上怼了 再给上一个心炎 再怼一个火猫 绝绝者这波被打的好疼 这边已经是看到了看到了这个神符 但是要等一下自己身的那个火猫消失 过来灌一个瓶子 前两波绝绝者打的不错 在对方没有火猫的时候呢 拿到了足够多的这个正补 保证了自己瓶子很快的到手 然后经济和这个状态保持的都不错 在对方等级高一点以后 你再想去占便宜的话会比较困难 因为确实火猫的消耗能力 打到这个哈斯卡身上的话 是有点不疼不痒 而且二级的火猫以后 这个火猫也确实耗不过对手 只能是通过这个运权来进行一个补刀 这样吧 神灵武士会慢慢的把自己的一个补刀树给追上了 这个地方看看心炎 给上几个火猫怼到脸上以后 这波绝绝者 八格魔这个绝绝者 TP回家能回去吗 好像不行 哎呦 这太难了呀 这太难了呀 这波TP的稍微晚了一丁点 最后那一跳 这伤害是刚好把这个火猫烧死 这波打完了以后 哈斯卡直接在中路是率先升到了五级 率先升到五级的话 这个火猫就难打了呀 因为如果是 这个火猫换线了 这个火猫必须要换线了 已经他不换线的话打不了了 但是你放DP过来的话 其实DP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对方的哈斯卡现在已经五级了的情况下 你一旦让哈斯卡升到了六级 他卡兵线位置一个六级大招上来 你是必死的 你完全不可能扛得住这个哈斯卡的输出 所以这个时候要有一个队友来蹲 来蹲的队友最好是小强 DP这边利用风群来进行一个远程兵的补刀 看看这个神符 神灵武士把对方给拉到这块以后呢 选择是先把兵线补一下 目前哈斯卡在前期是在中路达成了自己的一个五解肥 这边应该是马上升六了 哈斯卡这边应该是马上升六了 站位往前挪一挪 然后在这个位置是准备清掉这波兵线 到六的一瞬间直接一个大招摁到对手的DP脸上 这波兵线我感觉不够啊 好像杀了这个兵以后还差一点似的样子 上路这块火猫过来开火盾 然后丽娜给上一个技能 看一下这个火猫的位置 丽娜的光机阵并没有中 这块小强给一个穿自甲装吓唬你一下 身上并没有皮 丽娜这块也追不上 中路这块哈斯卡果然 刚才那个远程兵在打掉以后 趁着一丝的经验 没有升到六级 这块给上一个火猫 哈斯卡这块不能着急啊 这个地方直接大招甩到对方的脸上的话 有可能被对方蹲死 他现在在观察的是对手的这个小强 小强只要在线上一露头 他的大招就怼上去了 小强没有露头 所以哈斯卡不敢动 自己家的这个优势路并没有视野 看不到对方小强 其实小强没过来 楼的影魔现在下路的发育也还不错 对方的谜团有12个反驳 但是楼这边有8个 还有27个正五 这个发育算是正常 个人经济方面来看的话 现在哈斯卡在中路 那因为拿到了一血加五解肥的发育 现在3200全场第一 摇有领先 第二名呢是丽娜 2500 第三名影魔2400 火猫2400 刚刚到2400 对方的谜团现在是2280 DP的经济 因为进行了一次换路 浪费了一点时间 所以现在只有1900 这边火猫捆住 哥尔达再继续给输出 丽娜就要给上一个技能 绕开 对方的卡位没有卡住 确实丽娜这个移速太快了 移速真的太快了 不好卡这个地方 看看哈斯卡在中路 这波被对方吸了一个血以后 TP取消了 感谢寻老板的20NC打场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他说都播一天了吧 是的 播一天了 谢谢支持 谢谢支持 现在两个边路的话 XG还是把线站住了 而且站得很稳 火猫呢 在中路送掉一血以后 来到上路 还是把自己的经济超过了对方的一个利纳 在对线的基本功 还有补刀发育方面的话 看得出来 接着还是很难是放心的 中路老十一这块呢 由于没法往上走 所以只能是拿自己的风群去补一补刀 难免这个补刀的数量就会下降一些 而且要给对方很多很多很多反补的一个机会 这块再反补一个远程兵 目前这个哈斯卡是3800块 好在团队经济没有进一步的拉开 刚才是1000多 现在又是缩小到了1000以内 已经拿到了B张 阿斯卡在7分40秒的时候拿到了B张 4000块的总经济 看看下路 这个位置一张TV亮起来 小强往过走 这个穿刺 这迷团合击先带走对方的一个VS 但是这波末日是被对手一个影压 直接压死 可以楼这波转了 拿到一个对方末日的人头 虽然迷团是A死 这个末日虽然是烧死了对手的一个VS 但VS毕竟不值钱 VS毕竟不值钱 当然这套比赛末日也是个辅助位 对方的3号位是迷团 末日也是一个辅助 这种一换一对于XG来说 现阶段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从实际的压力上来讲的话 目前Infamous还没有开始给压力 迷团现在升到了6级 这里直接技能给上了一个穿刺 看一眼VS接一个锤 但是你要小心他拉你 这边神灵武士大招直接给到影国山上 把影国秒掉 另外一侧 末日开始自己的胸土再往上追 天阿莫克过来给上一个命运之笔 减速成功 PW还在跑 这边几个小迷团的平A 但到A上去以后带走了PW的小强 人都说来到了4比2 这段时间Infamous又是把 双方的团队经济重新拉开到了1000家 这块神灵武士 已经可以开着自己的臂章 然后来去拆对方的下路一塔了 甚至还有空去切个臂章 来修一下防御塔 兵线走上来以后呢 哥几个开始继续拆了 下路上路这边丽娜 给对方一个光击阵 老师一这波的一个大招 开出来并没有能够找到机会击杀 再回去的话 这个大招的时间感觉要浪费一半啊 浪费一半甚至一多半啊 将来这个丽娜的经济是3400块 那么哈斯卡是5300块 9分40多秒 5300块钱的经济 5400块钱经济 神灵现在带节奏去击杀对手的英雄 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时候他不适合出去击杀 这个时候哈斯卡最适合的节奏 其实是围绕对方的伊塔来做文章 避开对方的强势点 这抓落单配合队友去抓落单 人多打人少 然后拆一个对方的伊塔 或者是在对方发育的时候 直接拆对方的伊塔 这个是比较适合神灵的一个节奏 这个阶段对方的控制现在很足 VS小强火猫的TC 影魔的技能爆发是有的 对方现阶段的爆发力和控制都很够 如果神灵武士贸然去进攻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把节奏一断 这样比赛就没了 就没这人了 断两次就没这人了 所以神灵武士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 先忍到BKB 然后但是忍到BKB以后就不能再忍了 绝对不能再继续网路刷了 一定要开始去搞事情 要去不管是推打 打盾 开团都行 但是总要做一件事情 或者两件事情 一定要去做事情了 他现在应该就是在召集出自己的这个BKB 把BKB做出来就好了 没有BKB的情况下 对方的这些控制和魔法爆发 他扛不太住 其实 BKB出完了以后呢 比较好的装备选择是A杖 因为他们自己这个阵容的控制 其实比较别扭 都有控 但是都很别扭 这个控制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借助着你的大哥去远处刷钱的时候 然后我过来去围绕着你的伊塔做文章 也不太浪费时间 然后呢 我也不会被你找到机会去反杀 这块虎猫一个TC 换两个 得沉默给一下 然后接着往回撤 就是我也不跟你打 这个时候你要追上来 我再跟你打 你不追我不跟你打 看下这块迷团 迷团这个位置被对手留住了 然后神灵武士再上来打 迷团转身 拉住对手两个人 但是很快的就被打死了 神灵武士这里一个心眼 打中对方三个 开始疯狂输出 丽娜这里给攻击阵 看看丽娜还是被打死了 完了影魔的节奏被断 这里副魂给上 丽娜转身开始给输出 这里被VS给一个锤 然后影魔过来给影压 末日在旁边在努力的给机会 楼的影魔现在没法打了 地外的VS 这里吃一口魔伴 对方的丽娜再追 两个平A飞上来 那没有办法了 这波是被对手的丽娜 达到了一波双杀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团战的结局 对于XG来说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虽然是人头数上面的 一个四换三 多亏了一个人头 但是第一影魔没死 第二断掉了对方 哈斯卡的结构 这两点都非常的关键 而且运气不错 在对方的谜团大招 只拉了大概两秒钟的情况下 就把对方谜团给带走了 没有让神灵武士 完成一个完美的输出 我把影魔 说成影魔节奏断了 是吗 说错了 是把这个神灵武士的节奏给它断了 不是影魔的节奏被断了 影魔的节奏没有被断 说反了 头目啊 直播间特色啊 防伪标识 一般咱们直播间就是靠 靠这个嘴瓢 口误 胡说八道 作为主要看点 什么BP猜的特别准 局势判断特别准确 什么这种事 偶尔会有 偶尔会有 偶尔会蒙上 神灵武士的经济 这一波打完了以后的话 它还没有被断 没有被完全断掉 但是再死一次 就抹得这个人了 所以现在对于 Informos来说的话 也很悬 它需要把这个BKB赶紧出来 出来BKB以后 再去搞事情 丽娜也要赶紧把BKB出来 这套比赛丽娜刷的比较慢 很多的经济并不属于它 所以它刷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楼的影魔还是比较能刷的 那么五号位地外的这个VS呢 这套比赛主要也是充当了一个挂架的作用 反尸颗星可以打神灵用吗 可以打神灵用 不过由于哈斯卡的输出 是一个半物理半法系 所以法师克星打哈斯卡的效果的话 并没有那么力 这波换过来 直接接穿刺 nice 然后呢 这时候火猫过来给输出 哈斯卡直接给上一个心炎 不过还是血量太低了 队友支援过来以后呢 火猫一个TC 留住对手的末日 然后DP开大招过来 带走 漂亮 火猫往前追一下 被对手给一个沉默 打掉下一个TC 有没有这个运气 没有 没有放C 就给了一个物影权 那单位太多了 实在是炎氧所不好给 那行了 那哈斯卡这场比赛就没这人了 已经没有这个人了 接下来就看 XG怎么去把握机会 把比赛的这个优势给他打出来 哈斯卡在游戏的15分钟这个时间里面 在没有做成什么太多的事情前提下 被击杀两次 那这场比赛已经跟这个英雄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弥团过来以后给上一个增物 然后呢 这里陈墨接上去 丽娜再给技能 墨勇并没有扎到对手 一直是一个幻影之翁 在跟着撕 然后丽娜再往前追 丽娜再往前追 这里一个攻击阵 没打中 这里再给一个大招 一个龙坡斩 龙坡斩没有中 那这样了 大招也白给了 追了半天 没追上对方的小强 这个也是有点尴尬 那打完这波以后 哈斯卡跑过来打入山 这个就属于是最后一搏了 对于Informos这边来说 就是最后一搏了 他这也敢切臂张 这个臂张切不好的话 一波要被对方带走的 得看一下后排 护盆给上 然后拴住一个 但是两个人一起撤退 没有受到影响 哈斯卡拿到入山盾以后呢 目前已经有BKB了 带盾带BKB Informos这个时候 有一个被迫提速的需要 他需要被迫去提一下速 让自己能够 把这个盾的效果发挥出来 至少要拔掉对方的一个二塔 至少要拔掉一个 如果这个盾拔不掉 对方的二塔的话 这场比赛 大概率就抹得了 然后就会变成 也不是大哥里姆德了吧 就会变成一个依靠 就像其他的正常的 谜团的比赛一样 变成一个指望着 谜团神机大招的这种比赛了 但是这场比赛呢 谜团这边是有解决方案 对方对于你的谜团人有解决方案 对方对于你的谜团人有解决方案 这个丽娜没有刷新大 秒影魔的说法 这个丽娜是一个 物理丽娜 看看这边杜某上来 踩一脚 谜团增务给上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小强被带走了 小强被对方直接给带走了 infombs这边还是要继续主动进攻 带着哈斯卡 你要是被动防守的话 这个比赛这边就等输了 这里一个TC打上去 哈斯卡的肉山盾和对方的二塔一换一 这边打完了以后 哈斯卡站起来以后 感觉血量太多 不行 赶紧一个大招先打到兵线身上 把自己的血量降起来 其实你开着 开着这个B张就行了 刚刚这里沉默给上 然后莫勇 但是跟不上去啊 哈斯卡这边 大招是吧 距离不够 上过二塔也被对方给拆了 并没有占到防御卡的便宜 这样的话 XG这场比赛现在的局势就比较舒服了 哈斯卡的作用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XG只要保证自己的一个 保证自己团战头不要被谜团拉住太多人 这个团战就不会特别的难打 虽然说哈斯卡这个点现在的节奏很差吧 但是有谜团有杜姆 还是要当回事 还是要当回事 哎 黎拿里面被破误了 天辉扫了一下 扫到了对手的人 看一下这里杜姆 哎呀还真 啊 这个运气太好了 这个运气真的是太好了呀 盲跳了一下 结果过来正好是用木勇 炸晕了 对方正在TP的一个影魔 感谢冤大佬的咪咪羊 谢谢老板 啊这个真的运气太好了 感谢请教我CC先生老板的 小花花粉丝端 小花花泡宝鸡 谢谢老板 感谢菠萝熟了没老板的灯孩 这个确实是对面运气太好了 谁能想到一个套着墨勇的 末日正好跳到了一个正在TP的影魔身上 而且还是在视野外盲跳的 待着大叔待会儿不考虑播VG吗 我播不动了呀老师 我今天已经播了两个BO3 而且是两轮拉满六场膀胱局的BO3 这是第三个BO3 上路的这个二塔 这块现在哈斯卡在BKB出完了以后 下一个装备肯定是出一张 有一张以后 这里小强的技能空了 这块哈斯卡直接冲上去送了 漂亮啊 这是什么样的哈斯卡呀 我的天 看着这样的职业比赛 我突然有一种我上我也行的感觉 嗯 虽然我知道这是错觉 但是嗯 那这样的话 这波是 XD打了一波完美的零换三 对方连上路二塔也没 也没切掉啊 他在飞上的那一瞬间 我的脑中闪过了 他身后有戴子鹅 身后有全能骑士 身后有亚巴顿 身后有神域的这个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 什么 也没办法 帮你 它东西 就是 啊 小弄 有 有 有 什么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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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路线 所以这样比赛 他基本上是没用了 现在这个版本物理活女 基本上大概率是没用的 然后哈斯卡呢 他虽然装备和英雄是有用的 但是这个选手 这样比赛的发挥不太好 我不敢对他寄予太高的期待值 然后谜团末日和这个天安莫克 三个英雄呢 属于是有空 但输出不够的这种情况 所以就看XG XG只要稳住了 不出现被对方谜团 一个大拉一万个人的情况 就没问题 他说加油 好喜欢的直播 我是马来西亚粉丝 欢迎 你可快别说了 这场比赛 在谜团一个大拉一万个人的概率 非常的低 几乎不太可能 因为这场比赛 首先他有VS 谜团的大就不好放 第二个是 火猫和影魔的团战站位 以及DP 这三个英雄的团战站位 是在三个不同的位置 所以根本不存在 这三个人站在一起 去激活一个人的情况 谜团是没有机会一次拉一群的 就算拉了VS还可以换嘛 对吧 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影魔这身装备 现在战斗力很强啊 物理影魔恐怖无私 大引刀 假腿 魔龙枪 重力装备 带的是个非贼之刃 拉斯卡这根拿到了 一杖了 已经 谜团想大一群是 真的很难 这个不用担心 买不买的问题 这个阵容决定了 这个问题 而且现在谜团连BKB都没有 你开大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小强 直接开个皮走进去 都不用VS动手 小强开个皮走进去就行了 这边Infamous一个开悟出来找人 DNA这边也是拿技能清清兵线 然后呢 往对方野区里边 看看这个壮物的是谁 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没有特别好的先手 看一下这里 末日上去 大招 哎呦 复魂双肚目了 怎么背 这边影魔直接转身 给你硬钢 然后神灵武士 一个大招 搭住对方两个 再给上一个心眼 转身 先杀对方的DP 然后把这边小强带走 谜团拉住了对手一个人 了吗 好像没拉住人啊 他好像没拉住人啊 他拉住谁 拉住VS了吗 还是拉住谁了 我怎么感觉 好像拉了个空大 这个谜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复魂 双肚目 加双神灵武士大 拉了个VS 刚才这一波 是一个复魂双肚目 加上神灵武士的A杖 双A杖大 空了对面一下 然后VS救下来了 一个影魔 死了两个酱 三个酱油 还好 其实还好 死了三个酱油 大哥位的经济 现在还好 Lina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出的是 强袭 先做了一个小引操 然后准备去做强袭 这边聚学者 聚学者要干嘛 聚学者这波要慎重一点 虽然对方这几个人杀不了你 但是要慎重一点 不要这么冷 一会浪大了 让对方的一个 10.50大脸上就不好了 看见这条果断的过来打一波肉杉 BP手里有大 对方的谜团和末日都用过大了 所以我这根用大 你没有大 我就占便宜了 这个肉杉 看一下谜团 丢进去一个凋零 然后另外一侧 末日里面被控 影魔 马上打完 对方这波来得及吗 这个肉杉 这个肉杉被对面抢了 哈斯卡开着BKB 平一波 VS换 救一下 BKB的哈斯卡有点强势 这根直接在BKB结束之前 带走了对方的地外 肉杉和肉杉盾 都是哈斯卡拿的 这个就过分了 魔精也被他拿走了 魔精给到了谜团身上 让谜团吃 为什么不给丽娜呢 哦 丽娜是个物理丽娜 对对 我又计算了 物理丽娜不需要这个东西 这能让哈斯卡有视野 一个大招冲进来 把肉杉抢了 确实是我没想到的 这边一个大招上去 但是对方是有林肯的 火猫这边很机智 直接是做了一个林肯 来防对方哈斯卡的大 很聪明啊 这个是很聪明的 火猫一个TC 诶这边末日 BKB开一下 转身再给上一个炎刃 吓唬你一下 虽然我杀不了你 但是我开BKB 你也别想杀我 这样我会跑 这是一个四号位的末日 目前经济是9600块 嗯 DP现在是11700 对方的谜团 现在技能CD又好了 谜团天安莫克和杜姆的技能CD又都赚好了 看看这一波XG的开悟 XG的这个小强引着身 过来找人 方向是对方加烈士路 眼区的黄金三角区 诶这个扫描 业眼的这个扫描扫到人了 然后呢 这块是给上一个墨勇 丽娜上去找人 但是对方还是撤的比较快 XG这波反应过来了 直接选择后撤 看看这块小强 诶小强的这个位置 小强那块身上是有宝石的 小强手上有宝石 这块应该是不会有人发现的 其实Informos强势期差不多要过了 Informos 哈斯卡的强势期要快快要过去了 但是谜团的强势期 他快要到来了 因为谜团这边现在已经是BKB 然后2000亿的存款马上有跳刀了 杜姆有BKB有跳刀 就是哈斯卡现在 他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肉盾 或者是辅助向输出的存在 去当一个定位的这么一个人 就给队友去给定位的这么一个人 肉山顿的时间还有两分钟 哈斯卡这边17400 主要的威胁事实上目前这个阶段 还是来自于对手的谜团 就是XG在团战的时候 这个走位也是受限于谜团 所以没有办法快速的形成集火 但是这个对于XG的阵容来说 影响到没有那么大 他这个阵容本身也是一个消耗性的阵容 真的如果要是说 他们所有的人拉开了架势去集火一个人的话 也是VS把这个人换过来再集火 而不会说是我直接冲上去去集火 这个打谜团的阵容不可能那么大 像刚才那种复魂双度母的情况 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出现 只要复魂双度母打不出来的话 他这边好好拉扯一下 还是可以打 阿斯卡的经济目前还是保持的不错 18300多块 供母BKB 供母BKB 迷团应该手里也有跳了 踏出棒子了 神武士的肉山盾还有40秒 看看XG能不能卡一下肉山盾的时间啊 以前给上墨勇 应该有魔精的墨勇了 这个是带魔精的墨勇 然后呢 这边小强过来一个穿刺 直接秒掉第一条命 度母大招 给到对方的一个林肯上了 漂亮 林肯挡掉了度母大 神灵武士出来以后一个大招 但是被对手缴械 这样末日白给 末日白给 火猫切后排 对就是这样 火猫直接切后排 DP冲第一线 然后影魔在后排给输出 可以 直接火猫再往前追一下 神灵武士一个大招又大到林肯上了 直接BKBTP走人 但是另外一侧还剩下一个谜团 谜团没有跑掉 谜团没带走了 就是这样 你看这个团战打起来 你看谜团的威胁大吗 其实谜团威胁不大 因为团战打起来的时候 的这个输出站位的问题 最明显的就是 刚才的这一波团战 我们切自由视角 然后给大家回放一下 大家看这一波团战 这个当打起来以后的这个站位 注意看 真正打起来的时候 火猫的位置永远是在这种地方 就是在对方的后排 DP是顶在第一线 然后影魔是距离 DP有一个距离的 你的谜团不可能同时拉住这两个人 更不可能再多拉一个火猫 这个就是这场比赛 插际正常情况下 能够打出来的一个 团战的一个站位和效果 谜团的大招很难一次拉到很多人 杜姆不是没看影魔装备 影魔的那个林肯是火猫给他套的 是杜姆在冲上来以后 火猫看见他要杜姆这个影魔的情况下 然后秒给他套了一个林肯 这波是决者的火猫反应得很快 然后找到这个对象找到很及时 反应过来了 这种就是在杜姆抬手之后 秒给林肯 挡对方杜姆大的这种操作 在职业比赛里面 其实见的不算少 什么道理见的不算少 所以说这把谜团作用不大 谜团的作用 他不是说谜团作用大不大的问题 而是说这场比赛 谜团不是很好发挥 但是同样 他也给差距的一个问题 就是差距只能像刚才团战这么走位 这个东西分两边 你看你怎么说 你知道吧 你可以说对方只要这么走位 谜团就没法发挥 也可以说 你不这么走位就不行 看你从哪个角度去了解 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现在影魔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出的是撒旦和MKB 自己又多做了一个冰眼 这样的话就算是被你动到了 我也未必扛不住 我也未必扛不住 这波肉山刷了的话 这个肉山团其实差距不难打 差距这波肉山团是可以打的 看看这里 火猫直接A仗崩一个魂过来 超快的速度秒掉对方的天安波克 没有了复魂双度目 天安波克全能买活 带肉山盾对方打完了 刷眼球碎片给到 应该是给谜团了吧 谜团带刷眼球碎片 然后丽娜这边带奶酪 哈斯卡带盾 我发现最近的比赛大部分 三代肉山给的都是刷眼球碎片 给A仗的很少 感谢请教我CC先生老板的心 和平梦 谢谢老板 谢谢CC先生 这里杜姆被对方一波先手 秒了 可以 杜姆没有买活 火猫再来回两波飞魂 直接送走对方的天安波克 天安波克是一个买活死 丽娜只能BKBTP 然后这里再留哈斯卡 哈斯卡也是一个BKBTP 对方一波爆发来的稍微慢了一点 没有能够直接秒掉他 nice 这波打完了以后 现在是一个19比14的人头术 Informos就直接被对方抓死三个人 天安波克买活死 抓死三个 虽然说是打掉了肉山 拿到了盾 但是 哈斯卡的强势期过去以后 丽娜走的是一个物理路线 他又是一个肉装的物理路线 没有输出装 输出不够了 这场比赛Informos会变成一个 输出不够的阵容 输出不够的阵容是打冰比赛的 只要不被谜团拉四个 对 拉四个拉五个 这场比赛 差点应该是输不了的 随着英雄的硬度逐渐起来了 然后呢 火猫这边 林肯加上A帐 正面战场 对方基本找不着这个火猫 影魔这边的装备呢 是一个肉装出装 虽然是一个输出的路线 但是也是一个肉输出路线 对方想秒 这个影魔秒不掉 还有一个VS能随时救 谜团的大招也不好改 当比赛 应该是拿下 我觉得这个局势下去 应该是拿下 这里直接先手 秒漂亮 第一条命打掉 迷团大招拉了两个人 但是他是被VS救下来了 影魔被救下来以后 一个大招点出去 对方的神灵武士大招打上来 影魔 影魔被A死 尼娜完成了一个双杀 呃 这 他就有点难受了呀 这影魔七十多秒活呀 关键是这副迷团 他还有一个大的 他刷新了 他手里边还有一个大呀 这波 影魔没有买活 靠火猫消耗吗 看看对面的神灵武士 能不能过来再送一波呀 Informus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是想逼这个影魔买活的 他们这么直接上是想逼这个影魔买活的 这块大招给上去 然后直接突出带走对方的小强 迷团又是一个大招拉住了对方的另外两个大哥位 买活的小强和DP 看下这个火猫血量剩的不多了 VS给上一个锤 VS好像没有魔晶 小强过来给上一个穿刺 加一个沉默 现在正面那场还是一个五打四 但是XG是买活了好几个人 对方接着拆上路的这个高地 开个塔房 影魔还有十几秒的播时间 Informus其实是可以拆完再走的 这边OVS的这一个锤 锤上去 有魔晶 有魔晶 我刚才没看错了 VS有魔晶了 他这个魔晶是不是刚买的呀 我刚才看上一波的时候 他去扔这个锤 没看见弹啊 火猫血绷红过来 捆一下对方直接BKBTP VS有换忙 Nice 留住 可以 这波可以 这里哈斯卡 直接给上了一个魔晶的心眼 但是没抗住 Nice 打死 这边带走对方的哈斯卡 哈斯卡没有买活 哈斯卡的买活 现在差1400多块钱 那个XG能不能顺势反退 不过回去 中路的兵线离得很贱 对方谜团没有大 谜团是肯定没有大的 而且谜团是刷新没有大 两个刚才刷新过了 放了第二个打都没有 感谢老板的6厘米局 大赏 谢老板 可以拆可以拆 这波是可以拆的 这个是可以拆的 提前开了塔房 这个塔房开的时间非常瞎 这个塔房非常非常瞎 这个属于是 一个就是 开了跟没开一样的塔房 一点意义都没有塔房 然后火猫直接往里面扔一个魂 然后过来吓唬你 中路兵线上来以后 哥几个跑到上路去 拆 这里杜姆上来 这破林肯杜姆给上去了吗 好像还是被对方挡了 两个林肯挡了一波 复魂给上 利纳一顿风光输出 点死一个VS 好像两个杜姆都没给上去 自己有一个林肯挡了一下 火猫给他套了挡了一下 破了一个 然后又被挡了一遍 这波差距还是表现的非常漂亮 虽然这个高地没有破掉 VS被击杀了 但是 绑掉对方杜姆的破林肯 加一个大招 浪费了对方一个洞大 Informance这边有可能会选择再追出来一波 因为谜团的大招CD撞好了 有可能会再追出来一波 因为现在没有VS的情况下 Informance这边谜团的舞台很大 感谢Jason老板的8欧阳打赏 谢谢老板 大叔姐说辛苦了 谢谢老板 大叔说谜团不可能拉到火猫和DP 我是说他不太可能同时拉到那三个人 因为那三个人的站位不一样 刚才那一波是因为在高地上面的走位 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 让谜团抓了一个机会 那是失误 那是失误 肉山的刷新时间呢 还有一分半到四分半之间 在神灵武士的装备 我们来看一下强袭 A帐天堂BKB加一个B章 有魔精 有魔精这个东西对于哈斯卡来说还是很乖的 感谢 Jack大老德20欧阳打赏 大叔辛苦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支持 两边现在咬得很紧啊 这奥米三 影魔的经济倒是还行 DP现在身上是 天堂加上风胀 风胀好东西 然后火猫身上 林肯 BKB A帐 雷锤 火猫现在的输出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他不好杀 他会很难杀 看一下这里 抓到了一个DP 但是没有控制跟上来 这个时候火猫直接找到对方的天堂摩克 天堂摩克被秒 看看哈斯卡的位置 被对手给上一个沉默 迷团过来 大招 被对手风胀 第一时间躲掉了 VS再给一个换 漂亮 打完这波以后 哈斯卡又被对方打成一个残血 火猫接着往前追 下一个TC 准备就绪 哈斯卡这个地方选择是大雷剑冰线 往回走 被对方贴脸 无影铲 击杀 nice 那这样的话 哈斯卡没有买活 这场比赛结束 结束 这波老十一的一个风胀 完美的躲掉了对方 谜团的拉大 然后VS在老十一落地之前 一个换 直接把对方的谜团 给换走 换走 这个谜团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出林肯 直接把这个谜团换走 换走了以后呢 老十一落地 也可以继续美滋滋的发育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是 可以结束了 结束了 四十多秒的时间 没有买活 肯定是 可以直接拆掉基地的 对方 他们现在这几个人 是扛不住的 这里给上一个TC 再绷一个魂过来 直接带走对方的酱油 天安莫克被击杀掉了以后 你看丽娜又开始 给对面刮杀 一个天堂 给上去以后呢 两个人合击 带走对方的丽娜 直接强拆基地 对方还不亲甘 很不情愿地 打出了GG 而且打出GG以后 丽娜果然的推出流血 看来这场比赛 心态出现问题了 那这个对于中国 但对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 再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好大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和直播的话 不要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稍是休息 一会儿带来双方BO3的 决胜局 又一个决胜局 好了 那咱们下场比赛见 感谢各位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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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下场比赛的